这一段跟这一段 这边应该没问题 只要花一点时间 因为今天要多了 多了一个蓝回圈 可能会比较 再要花一点力气去了解 然后其实主要这个 range 部分的话 是蛮好用的 记得就是以后大范围一定要 range 那最后的话 我们如果要把它变成一键完成的话 我后面要多一个 那你这边还原 然后格式 这个其实已经很厉害了 我是希望能够怎么样 把刚刚的所有动作 就是横向一 day 然后一个一个 并且怎么样 并且把它格式化 全部串在一起 多一个功能就是输入第一天 所以我先把它清除 清除的话用 range 清掉 然后输入这个日期 那我就按下它 我多一个 input box 就是问你说 请问你要输入哪一个 2020好了 这边也2021好了 OK 好的 这个年力自动帮我产生 所以我按确定之后的话 它会自动后面帮我在筛斜线1月1号 放到哪里放在这边 第一个动作 第二个动作就是自动一 day 一 day我是用丢公司 其实说真的 你丢公司都可以 但是这边可能会有个问题 因为它是什么 它是蓝 不像以前是列 所以要换一种方法 什么方法呢 待会再跟各位讲 然后呢 每个全部产生之后 也是丢公司 就把刚刚的什么 那个if 然后外面包if air 把它丢进来 然后最后的话格式 格式不用重写 call什么呢 call它就可以了 OK 所以有些已经写过 就不用再写了 如果你前面有写 你就加一个call 空一格格式化日期 它就帮你做一样的事情 好 这边我按确定 对对对 但你也可以 程式 假如说你可以先跟他讲 你可以输入民国年 那你自动把它加191也可以吧 反正那个地方逻辑都可以改 你会发现 一下子全部都完成 可以清除 再一次 2019 比如按确定 全部都OK了 所以以后 你要一键完成 所有动作 就其实不是太困难的事情 只是我把全部的事情穿 但是 难度一定非常高 那我再把那个重点跟各位讲一下 第一个就是说 E day比如说输入 然后再来就E day E day的话呢 这边是A 有没有 你会发现差别在哪 A变B B变C 公式其实都一样 差别是说要怎么样把A变C C变B 那其实这个一般书里面也没讲 所以我就自己想一个方法 什么方法呢 第一个输入 我用input box 请输入 Type E意思就是说你只能输入数字 假如你输入AA这个可不可以 不行 Type 等于E意思就是说只能输入数字 OK 所以input box这个还蛮好用的 这个我蛮建议 如果你只能输入数字的话 你就是用这个 叫做application.input box OK 它好处就是你可以只输入数字 Type等于2好像我记得是输入文字 它可以过滤就对了 OK 然后呢 输入之后的话 自动在后面串什么 串1月1号 当然同学问说如果是民国年的话 你就自己加1911吧 自己再去改 那产生每个月的第一天的话 那我要在这边 范围的话基本上就是for追 因为是蓝 向右对不对 追的话我习惯用蓝 所以你向下是I 向右用追 第几蓝呢 第2蓝到第12蓝 有没有 第2蓝到输出什么东西呢 输出 一样是第2列 所以sales2列固定的 这个地方的话是哪一蓝 第2蓝 第2列的第2蓝 第3蓝 给它什么东西呢 给它那个东西 就是这个公式 所以这个丢公式 逻辑一模一样 就是把这个公式 把它放到这个里面来 差别只是说要把这个地方 变成什么 变成B 变成C 但是以前是I 是数字 比较简单 那不过呢 如果文字也没有关系 你可以用mid mid什么意思 就是上面我有一个字串 它刚好是A 第二个是A 第三个是C 以此类推 有没有 后面刚好就是我们蓝 那我要怎么把它放进去 这个我想出一个简单的方法 虽然简单 不过还是要动一点脑筋 记得把这个A选取 双引号两个移到中间 end两个移到中间 那一样怎么样 把它分开来 这边加一个mid mid的意思是说 我要第几个字的意思 那根据什么呢 根据上面这个C OL 逗点 哪一个字呢 第J个字 因为它这边 第二蓝刚好放第二个字 所以我直接把J放在这里 我要第二个字 它就会自动 当它是第二蓝的时候 就抓A过来 然后要几个字 要一个字 关键在这里 所以如果你可以明白这个道理的话 以后蓝就不是问题了 底下因为时间的关系 底下这个也是一样 If Air也是我把它贴过来 一样用这个方法 去取得它哪一蓝 哪一列 那这个部分就大功告成 不过难度是比较高一点点 如果你可以悟着透这个道理的话 所以这部分的话 仅供各位先给各位参考 如果你以后希望 一键完成所有报表 我跟各位讲 这个你会的话 真的以后 一键完成报表 就距离越来越近了 真的很多地方 都是从这边衍生出去 因为一个报表 不就是哪一列 哪一蓝的东西 把它丢到另外的地方去 产生你要的报表结果吗 对不对 所以其实 都很多地方都是一样 这个程式部分 如果各位要参考的话 我有把它写在云端上 其实就是这边 最后我有call 格式化日期 所以上面如果你有格式化日期 这个名称的话 你只需要用call的方法 它就会OK了 所以基本上今天的下面两段 就我刚刚的demo 如果回去有时间的话 你只要把程式贴上 然后把那部分删掉重来 如果你可以写得出来 那表示你应该是OK了 好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 今天因为时间比较紧凑一点 就讲到日期时间函数单元 下一个礼拜的话 我们要进入到第四个单元 数学跟统计相关函数 OK 因为我们剩三周 所以数学逻辑 然后再来检视与参照 所以剩三周 那可能各1.5周吧 差不多是这样的安排 OK 回去的话请各位 就是再花一点时间 稍微复习一下 另外的话一定 如果细节不懂 我有把它录下来 请各位回去再花一点时间 把它重听过 OK 今天的话就先到这里 好